下雪天必吃的三十二道菜 真是暖心又满味 太冷了 做个红烧肉吧 那我教你做 先把凉水中加点盐 再把它融化 切好的五花肉 放凉水中浸泡十分钟 油热下入五花肉 像我这样炒出油脂 这样肥而不腻 再加点葱 将八角桂皮 干辣椒炒出香味 料酒生抽老抽 蚝油不能少 一定要炒上色 为啥要加开水呀 这样肉更容易烂 并且味道更加鲜美 炖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学会了下次你做 那你做吧 第二道 很多人都以为 这种鱼头蒸出来才好吃 那你就搞错了 其实不用蒸的鱼头才更香 九块九一个的鱼头 在鱼头部位砍几下 在我肉厚的地方 滑起刀 方便入味 这种新鲜的鱼头 是不需要腌制的 只要在清水中 放点葱姜和盐 调成淡盐水 再把鱼头放进去 浸泡十分钟 这样处理过的鱼头 不但能去腥 味道还会更加鲜美 锅中油热 把姜蒜 洋葱炒出香味 放上金针菇 摆上鱼头 铺上剁椒 有条件的加一瓶啤酒 取腻增香 盖大火炖八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剁椒鱼头 香辣过瘾 汤汁还可以用来拌饭拌面 第三道 我买了大棒骨 做个棒骨吃吧 那行 我给做个酱香口味的 那你赶快做去吧 大棒骨冷水下锅 加点葱姜 料酒 煮出血沫捞出 大棒骨中加葱姜 八角 桂皮 香叶 干辣椒 再来点料酒 生抽 老抽 蚝油 黄豆酱 一定要加开水 盖盖炖40分钟 最后大火收一下汤汁 这也太香了 你赶紧吃吧 第四道 每次一做这个蒜蓉大虾 我们家饭桌上 都是搓手指的生意 十块一斤的大虾 剪掉虾头 这样能轻松取出虾线 在我的背上画上一刀 锅中油热 撒点盐 倒入大虾翻炒 直变色 油热炒香蒜末小米辣 倒入大虾 加生抽 蚝油 盐 鸡精 用内力翻炒均匀 最后放点葱段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大虾 蒜香浓郁 好吃到连壳都不用涂 第五道 牛肉千万不要直接下锅 那样炖出来又柴又硬 舀不动 今天教你一个方法 炖出来像豆腐一样嫩 首先把牛肉切成块 放入温水中 加盐浸泡十分钟 泡出血水 这一步不但能去腥 还能使牛肉的营养成分 不容易流失 切记不用焯水 直接下锅煸炒出水分 然后放葱姜 料酒 生抽 一定要加开水 才是牛肉不柴的关键 扣盖炖四十分钟 然后放入土豆和胡萝卜 自带椰浆的泰式咖喱酱 再炖十分钟 大火收浓汤汁 这样做的咖喱牛肉软烂入味 拌米饭孩子非常喜欢 第六道 一道放假 很多人就喜欢去外面 买酸辣柠檬鸡 其实自己在家做真的很 首先给鸡爪去掉支架 冷水下锅 放葱姜煮十五分钟 捞出过冰水 吃起来会更Q弹 放蒜末 小米辣 柠檬片 香菜好 倒入泰式风味汁 抓匀腌制一小时 即可开吃 酸辣脆爽 比外面买得好吃多 第七道 以后家里来课 你要是学会这个双胶鸡丁 下酒又下饭 两块钱的鸡腿肉鸡丁 加料酒 生抽盐 胡椒粉 姜丝 淀粉抓匀腌制十分钟 锅中油热 倒入鸡腿肉 炒至变色 然后放生抽 蚝油蒜末翻炒入味 最后放青红椒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你也收藏试试吧 第八道 炒饭里的扛把子 我认为就是这碗外婆菜炒饭 而且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一次一大盘 好吃到停不下来 锅中打三个公鸡蛋 快速炒散 做蛋炒饭一定要放两边葱花 这样更香更好吃 倒入米饭 一袋外婆菜 最后放一点火腿 丁 香菜和葱花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炒饭这样做 越吃越想吃 啤酒的 谁能想到把牛奶倒入锅中 出锅 瞬间变成一道连汤都能喝的麻辣汤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把手 首先锅中倒入一盒纯牛奶调味 就放一袋麻辣汤料 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煮开后放入孩子爱吃的各种丸子 老婆爱吃的各种蔬菜 还有全家爱吃的泡面 给他孤独几分钟 不爱吃麻酱的 再来点芝麻酱 然后就可以开吃了 汤香味一点不比外面的差 想吃的时候你就这样做 简单又好吃 一时到 脸藕摘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 炒出来真的是又香又脆 还不发黑 树上摘的脸藕 给它切成条 水开倒入脸藕 放一勺白 防止发黑 油热五花肉 炒出油脂 放入蒜片和青红辣椒 倒入脸藕 淋一圈生抽 老抽盐 鸡精蚝油 大火翻炒个几下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一时一到 每次做这个番茄土豆肥牛 孩子都能吃上两大碗米饭 先把洋葱切成小丁丁 再把肥牛卷 汤变色捞出 油热把洋葱丁炒出香味 下西红柿丁 翻炒出汤汁 下土豆 倒入一碗长江水 生抽蚝油 盐鸡精 调味 盖盖煮三分钟 最后把肥牛下进去 咕咚个一分钟 就可以开吃了 汤汁浓郁 酸甜可口 泡上大米饭 太好吃了 一时二到 以后想吃麻辣香锅 不用去饭店 在家就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麻辣鲜香 特别好吃 水开放一勺盐和食用油 这是青菜翠绿的关键 把喜欢的青菜煮两分钟 捞出备用 再把各种丸子大虾煮熟捞出来 油热炒香葱 蒜干辣椒 倒入干锅酱 炒香后倒入煮熟的丸子和青菜 翻炒出酱香味 最后撒上香菜和白芝麻 即可出锅 麻辣鲜香 太好吃了 必食三到 不用和面 下班回家五分钟搞定 这好吃又解馋的春饼卷五花肉 做着特简单 外面你都买不到 切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 煮开后捞出 锅里不放油 把五花肉倒入 炒出多余油脂 然后放葱姜八角桂皮 香叶料酒 生抽老抽 几粒冰糖炒出香味 炒至上色 一次性加够开水 盖盖炖30分钟 放在锅里蒸个两分钟 这时候红烧肉你大火收一下汤汁 放青椒和香菜 把它剁匀了 往春饼里一放 然后就这样一卷 别提多香了 你也快给家里人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很多人喜欢吃干锅花菜 但总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这个方法你可要看好 树上刚摘的花菜 多加点盐 杀出水分后清洗干净 锅中油热 下入五花肉炒出油脂 下浆蒜粒 放入干锅酱 再下入花菜 大火翻炒两分钟 撒一把小米辣 继续炒匀就能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快点去做起来吧 吃啥都不得劲的时候 就做这个凉拌大拉皮 酸辣爽口 超级好吃 拉皮过下清水 特别爽滑 再来点蒜末 小米辣生抽 陈醋盐 鸡精白糖 再加点黄瓜丝 香菜末花生米 最后来点辣椒油 越吃越过瘾 过年的餐桌上都是大鱼大肉 您可以试试这道凉拌皮蛋 寓意着花开富贵 好吃又解腻 首先皮蛋放入锅中煮八分钟 捞出来包去外壳 切成四百 入盘中 倒入切好的黄瓜 碗中放蒜末姜末辣椒面 葱花小米辣 焦热油激发出香味 生抽陈醋 蚝油盐鸡精白糖搅拌均匀 淋上料汁即可 这样做的凉拌皮蛋 还没上桌就被抢光了 第十七道 辣烫还要好吃十倍的 只有这个麻辣 天气冷就是适合吃这个 水开了下入自己喜欢吃的丸子 再来点青菜 宽粉方便面肯定是不能少 煮熟了就捞出来放在碗里 倒入麻辣拌酱 然后你就像我这样拌匀就可以了 麻酱的香味再加上辣椒的味道 越吃越过瘾 第十八道 渔民做海鲜的方法是不加一滴水 做出来鲜香入味 非常的好吃 十块钱一斤的大虾 五块钱的花甲 两块钱的花螺 多加点葱姜 倒入盐菊粉 盖上锅盖 像我这样摇晃均匀 大火煮一分钟 记住不要加一滴水 这样做的海鲜才更加的鲜嫩好吃 做海鲜就是这么简单 第十九道 下次你家孩子要是不想吃肉 那你就像我这样做个肉片汤 汤先为孩子爱吃 首先里肌肉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两面粘一层玉米淀粉 用老婆娘家的擀面杖使劲地敲打 像这样比我的脸还薄就行了 碗中放葱花香菜紫菜芝麻 香味瞬间就上去了 调味加盐生抽 少许芝麻油 肉片一定要水开下锅 一片一片地放入锅中煮个三十秒左右 趁肉片不注意 舀两勺圆汤倒入碗中 最后再放入肉片 这样做的肉片鲜嫩不塞呀 我老婆她几个儿子都特别爱吃 第二十道 一百六十八亿份的香辣烤鱼 再加两分钟就能搞定 而且和饭店的味道一样 成本只需十块钱 不信你就试试 咱先把草鱼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油热了你就下入处理好的草鱼 像我这样中大火把一面煎焦 然后再煎另一面 把另一面也煎焦 锅留底油 下葱姜蒜这些料头炒出香味 加入烤鱼酱 然后你就少加一点清水 烧开后你就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爱吃什么你就放什么 最后把煎好的烤鱼也放里 继续烧开后热油炸香干辣椒 浇在烤鱼上 你就像我这样做的烤鱼 真和饭店的味道一样好吃 一二十一道 餐桌上怎么少得了这道捞汁海鲜 肉质爽脆 麻辣鲜香 越吃越想吃 将海边捡来的各种小海鲜 冷水下锅放葱姜料酒 煮熟后捞出 过一边冰水 就不能使海鲜更加的爽脆 碗中放蒜末 青红椒三片柠檬香菜 倒入捞汁 用手搅拌均匀 要是给家人来一份这样的捞汁小海鲜 冰爽过瘾 好吃到停不下来 一二十二道 每次家里来客 餐桌上肯定少不了这道白灼虾 你知道多少度水 才能做出虾肉脆爽的口感 冷水中放两片姜 一根葱适量料酒 一定要烧到锅中冒气 倒入大虾 继续大火直至烧开 此时的大虾才是最鲜甜的时刻 捞出过凉水 整齐摆放盘中 碗中放蒜末姜末葱花 用热油炝香 淋上白灼汁搅拌均匀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一二十三道 大鱼大肉吃腻了 你就做一道这样的凉拌白菜 酸辣脆手 老好吃了 首先清水中加一勺小苏打 搅鱼化胎 放入白菜浸泡十分钟 小苏打有很好的吸附性 能有效地去除里面的杂质和 这时候我们可以张大嘴巴看看 确实有点脏 然后改刀切成粗一点的长条 切好后加一大勺盐 用我的手抓匀 腌制五分钟 杀出多余的水分 然后加蒜末 干辣椒辣椒面 葱段再用热油激发出香味调味 加点白糖 生抽陈醋 蚝油抓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道小凉菜你要是学会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一二十四道 清蒸鲈鱼怎么才能做到肉质鲜美 不柴不腥 比饭店还好吃呢 鲈鱼从侧面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水中加点葱姜盐和料酒 把鱼放里腌制十五分钟 再放入锅里 盖盖蒸六分钟 一定要把蒸鱼的汤汁倒出来 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淋上白灼汁 这样做的清蒸鲈鱼肉质鲜嫩 味道鲜美 一二十五道 真没想到这样做的咖喱炒饭粒粒分明 孩子能吃三大碗 锅中油热 下三个母鸡蛋 迅速炒香滑散 倒入昨夜的剩米饭 炒至粒粒分明 加玉米粒 胡萝卜 洋葱丁 大火炒干水分 放五毛钱虾仁 放上两勺咖喱酱 翻炒一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 翻拌均匀即可 真的太香了 营养丰富 快给你的孩子做起来吧 一二十六道 以后你们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就做这个下饭菜 香辣开胃 你要是学会了 米饭都能多吃几碗 锅中油热 放入蒜末小米辣 煸炒出香味 再倒入香肝 翻炒几下 倒入小炒酱 然后再放入豆芽 继续翻炒个两分钟 炒至断生 最后放一把韭菜 大火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下饭菜 你要是学会了 还担心吃饭没胃口吗 喜欢你也赶紧动手 做起来吧 一二十七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萝卜买回来 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 做个凉拌萝卜吧 酸辣脆爽 下酒小凉菜 看一遍就能学会 白萝卜切成一元硬币厚度的片 加炒菜两倍的盐 腌制半小时 杀出萝卜的水分 记住千万不能用水清洗 直接把水分挤干 这样腌的萝卜 吃到过年都不会坏 把挤干水分的萝卜 放入碗中 加蒜片 姜片 青红辣椒 花椒 泼上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一大勺白糖 一大勺陈醋 两勺生酥 用我的小手抓拌均匀 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去做吧 很多小朋友都不喜欢吃茄子 其实你只要变个方法做 小朋友都可喜欢吃了 首先把茄子去皮 切成菱形块 切好的茄子放入碗中 加入我家的自来水 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沥干水分 然后放入两勺淀粉 给它翻拌均匀 油温六成热 把茄子下入锅中 把茄子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然后倒入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 大火熬至粘稠 倒入茄子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这么做的糖醋茄子不但简单 而且酸甜适中 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你也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家里吃不完的饺子皮 横竖切两刀 就能做出孩子喜欢吃的营养早餐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见过 油热打入两个公鸡蛋 炒熟后备用 再放入葱花爆香 加适量的清水煮开后 放入切好的馄饨皮炒熟的鸡蛋 加盐鸡精生抽香油 几勺虾皮 最后加一把小朋友爱吃的青菜 就可以出锅了 早上给家人来上热乎乎的 营养丰富又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收藏做起来吧 第30道 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咸蛋黄菊南瓜 外酥里嫩 咸香味美 原来自己在家做这么简单 树上摘的南瓜切成狼牙刀 再用开水焯烫30秒 然后捞出 加入两勺淀粉 翻拌至每块南瓜均匀裹上淀粉 六成油纹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然后加入两勺海鸦咸蛋黄酱 开小火炒至冒泡泡 倒入炸好的南瓜 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南瓜外脆里嫩 孩子们都抢着吃 喜欢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第31道 以后你要想吃茄子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你要是把它学会了 它可比大鱼大肉还要好吃 茄子切成段 清水中加盐 放入茄子 给它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蒸出来的茄子不会发黑 蒸锅上汽蒸个二十分钟 然后像我这样撕成小段 碗中加蒜泥 小米辣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需要倒入一点这个白酌汁给它 搅拌均匀后 淋在茄子上即可 这样做的蒸茄子 简单方便又好吃 你也去做起来吧 第32道 家里来客 你就像我这样做个盐焗鸡 鲜嫩多汁 好吃又有面子 首先准备一只 没有谈过恋爱的鸡 把刀剁成小块 加葱姜料酒 倒入一包盐焗粉 再加一勺食用油 给它抓拌均匀后 腌制个十分钟 蒸锅上汽 开大火蒸个十二分钟 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盐焗鸡鲜嫩又多汁 你也去试试吧